当然罗估隆也有速度 但是面对左头要不要倒垒 打跑的可能性是比较高一点 打跑左边也翻角非常扎实 而且是在界内 直接打了全球打墙 再反弹回来 罗估隆上到三垒 停在三垒是一招二垒 打买加以相当有power的这一次的挥棒 非常精彩 没有人出局 二三个有人 打得出去的球相当扎实 直接吵着左边的一个全球打甲 很强啊 直行过去 三角后板的接攻 没有人出局 相当有power 防守如果再更精进的话 就更 真的完完全全不畏惧 希克的一个诉求的速度